你现在认为经济赔偿对你不重要了 重要了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要公道 张建人说了 事到如今 别的俺们啥也不要求了 咱就要求公道二字 一个开着私家车上学的大学生 仅仅为了避免麻烦就痛下杀手 再加上那对不肯轻易露面的神秘父母 不能不让人产生联想 这家人到底是啥来头 大学生要加薪撞人又杀人一案 总算开始审理了 关于他的量刑龙定罪 引发了全社会的热议 所有人都在关注最后的审判结果 从事发到现在 大伙有件事一直想不通 啥呢 事发好几个月了 要加薪的父母一直是千呼万唤不出来 甚至连庭审都没到场 于是有人难免就联想上了 这个要加人不会有啥背景吧 他们在刻意回避什么呢 其实案件刚发生不久 咱们的记者就探访过 要加所居住的小区 西安市新城区公园南路 二十街坊 一问邻居才知道 自打要加薪出世之后 要加薪的父母就搬出去住 从事以后家里人都走了 什么时候走的 要走一个多月了 要加所居住的这栋楼 是一栋有着二十多年房龄 再普通不过的住宅楼 这所小区也只是西安一家工厂的家属大院 那要加是不是真像有些人猜测的那样 有着什么特殊背景呢 听这话谈啊 要加并不像大伙想起来那样 就是个普通人家 而且在邻居们眼里 要加薪好像也不算啥人物 有的是连名字都没听说 个别知道她的倒是有点印象 平时也不太说话 就是西安林老妹姓 在院子很少碰到她 对 但是这个事情发现之后 觉得 觉得很遗憾 好好地一个孩子怎么走 走到这个地步 不太像她的行为 不太像 记者随后来到要加薪就读的 在西安音乐学院 知言片语中我们得知 在事故没发生之前 邀家欣只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大大学生 她穿着低调 个性也不张扬 不像是家里有什么背景 她妈就属于我们西安工厂里 一个通修职工 而她爸妈自从转业之后 也没有安置正式的工作 就是基本上两个人还要在外边 还要找工作 还要打工 因为收入据我所了解的情况 她妈一个月可能就一千块钱 然后她办了那就看出去 看打工 或者是做点小生意 看能挣多少钱 肯定不是官员带 也不是所有的富二代 律师还说了 那辆私家车呀 是父母看邀家欣 平时出去教学生谈情很辛苦 出于安全和方便的考虑才买的 买车也是花了多年攒下的积蓄 考虑很久才做的决定 那不过说到这儿呢 我还是想对农民难缠这句话 多说两句 那既然你耀家也是靠多年积蓄才买的车 那你比人家农民也没优越多少啊 是吧 如果是一农民开车撞了你 你耀家欣就不问对方要钱了吗 你就不难缠了吗 反正从耀家处理这事的态度上 我看耀家也跟他一样 一样的很现实